你好 欢迎收看7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关心的是 为了鼓励更多的学童放下3C科技产品 走到户外探索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 行政院环保署今年首次的扩大办理 109年环境地图创作征选的活动 并邀请到教育部共同的来合作 以国小学生作为对象 10号下午在花莲举办了说明会 期望透过地图的手绘 探勘的实作 让孩子关怀环境 与人群建立互动 从小培养对生活环境改变的反思与敏锐度 为了鼓励师生 同学与亲子一同走出户外 减少3C科技产品的使用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今年首次与教育部合作办理 109年环境地图创作征选活动 期盼国小学生能透过观察挖掘记录 养成对环境的敏感度 并没有会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环境地图 10日下午在花莲F Hotel举办说明会 花莲南到北多所国小十多位老师都前来聆听 最远还有来自台东的都兰国小 我们觉得现在小朋友很常沉迷在3C或是游戏当 就是一些手机游戏或是平板 那感觉他们好像比较不在乎周遭环境的改变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先了解自身的环境 不然他们长大之后 他都没有感觉到环境好或不好 对他们有什么差别 那我怎么跟他讲说要保护环境 所以我们觉得环境地图是让这个小朋友 先脱离三心 然后先了解自己从学校或从家里出发 到底周遭环境产生了什么变化 那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都希望带着小朋友一起去了解跟体验 那其实这是我们办环境地图非常 就是当初的一个初衷 说明会中也分享108年 三首国小环境地图的成果影片 并搭配森林守护者桌游的操作 期盼让老师与学生 能更深入了解如何融入环境议题和地图元素 创作出玉教娱乐的环境地图 报名至8月14日指 更多相关报名资讯 可上网搜寻109年环境地图创作大赛 或搜寻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了解更多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